大家好 新台湾新光大道 对于这个五都的选情 国民党的气势现在有多弱 这个台北市市长郝龙斌 要到日本出访之前呢 他形容苏贞昌是民进党 有史以来最强的候选人 比陈水扁要争取连任的时候 还要强 苏贞昌绝对是民进党 最强的候选人 可是我是一个 遇到困难我会遇错遇愤的人 我有信心有把握 我会打赢这场选战 郝龙铭说苏贞昌是史上最强的候选人 比陈水扁要连任的时候气势还要强 真的这么强吗 会不会 这个 这种发言我是不评论的 那个游席昌在宜兰县干了八年 那请大家列举政绩列三项就好 不然一项就好了 应该会讲东山 随便 随便 要讲嘛 空口说白话说有政绩 政绩是什么 游席昌如果宜兰真的有政绩 那应该游席昌说还选 我没有别的逻辑 这个民进党内部里面自由时报写的 他写说 这个昨天有台说狂飙10% 我夭壽 跟胡志强只差6到7% 如果赵绍康那个理论会成立的话 应该是5比0 只差6到7%而已 为什么不是5比0 所以赵绍康那个理论成不成立 当然是不成立啊 你说民调平手算书 以前是绿的朋友不表态 那是会投票 那蓝的朋友是不表态也不投票啦 那当然我不是要去评论 蓝的比较高尚还是绿的比较高尚 那没有意义啊 绿的是不表态 但是最后会含泪去投票 可是蓝的是民调我不表态 投票我也不去投 怎么样 问题在这里啊 你说表里比较容易 那就5比0就好啦 那个理论是不通的 那个理论已经过时了 你拿林崇贤跟李华比 那个我是不认同啊 我请问去年这么多补选 去年三个一选县市长 这么多17个县市在选 每个都准吗 不是这样子 好 先进一本告